大家好,又是我们智学站 今天去到第十二课 亦都是尾二的课 今天我们学习些什么呢?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上次说了学习了一个叫 假设分析里面的分析蓝本 今天我们就学习假设分析里面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叫做 目标搜寻 好了,这也是一样,大家记得 我们的学习目标一定是 是怎样用 为何要用这两样东西 没有变过的 首先我们看看 为何要用 其实与上次分析蓝本有少少相似,亦有不同的地方,当然有些比较 就是 我们是想找出一些结果,如何受到变数的影响 那是什么? 我们就回到上次的示范 大家记得吧,我就是卡游戏,卡游戏比赛 想搞比赛的时候,看看收入等等 上次我们用分析蓝本 去显示,大家记得 当下找书吧,资料 模拟分析 分析蓝本,你看到我们做了几个分析蓝本 然后就可以用一个摘要 去看看 究竟 情况是怎样的 OK 好了,但这次我们 你看到这是万无目的的 譬如我解释 我这次目标是赚500元 我是要不断去试一些情景 然后才可以知道 究竟我怎样赚到500元 那糟了 有排施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叫目标搜尋 目标搜尋就调转了 你给目标去,你给目标去,你不是给输入 分析蓝本是给输入 目搜尋就是给输入,给输入 然后就叫它找回给我 不过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你看到分析蓝本,我上次做就是做两个变数储存 其实可以做多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都可以 但是目标搜尋 只得一个 好了,所以今天我就假设 我们的收费 是15元 收15元 收25元 我不想赚钱,我想盈利是零 那 究竟我人数要多少呢 从上次不同,我今次fix my 将这一个都变成一个 不可以改变的数 只是64元可以改,人数可以改 好了,那我们试一下 资料 模仪分析 目标搜尋 目标储存格是哪格 我们想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想盈利 不想赚钱 你今次的变数储存格在哪,谁影响这件事 参加人数 目标储存格 我想目标是什么 盈利是零 所以选择 70人参加你的比赛 你的盈利就会是零 当然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做法 做多一个给大家看 都是我想我的盈利 是今次不要零,起码要赚钱 人工也是 不要这么贪心,赚1000元 然后变数 哪个影响 这个影响 B2去到影响 然后确定 很简单 如果你想赚1000元,麻烦你就要有270人 270人参加,麻烦你了 好了 目标搜寻很容易让我们找到 我们有些目标在 而目标是一条公式来的 记住了 目标是必须一条公式 然后这个公式里面 就会有一些 会加入了一些 是我们的储存格,比如B2 当中的 好了 给个例子 我又做目标先 目标搜寻 这个是我目标 接着我想是0 好了 我的变数储存格是这里 sorry 我的变数储存格是这个位 确定 你见到 它就会 撞死了 OK 又或者 我的变数储存格是 这个位置 B9 Enter 你见到 你想部机死就是这样 他不断地去做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无法 求得 解答 原因就是 我这里完全没有B9 这个变量 这个储存格在 它怎么会影响到下底呢 所以 功能做了给大家看 大家要记住几件事 第一件事 和分析蓝本不同的地方就是 变数储存格只能支援一个变数 而分析蓝本是可以支援很多变数 第二件事 分析蓝本是把事实列出来 不能够帮你找到一些答案 但是目标搜寻能够帮你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第三件事 分析蓝本是可以多于一个变数 但是目搜寻 只可以得 一个 希望大家就能够掌握到这个目搜寻 然后就很好去到示范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